他說染心叫煩惱障 他這裡是要講這個 是障礙我們的真如跟本智 無明反而是一個障礙 障礙我們世間的自然 自然的這個月事故 好 講得這麼辛苦 為什麼呢 因為因為這個染心 染心 所以就有能見跟能現 趕快看 我給你們那個 曾經講過 能見跟能現 能見是哪一個 能見是不是轉世 能現就是境界相 就是什麼事 就是 什麼事 現世 所以就忘取境界 就違反平等性 因為一切法常境 一切法本來只能沒有起相 無明不覺 所以就跟妄語法尾 就不能隨處世間 一切境界怎麼樣 種種 種種之 也就是說對理就這個 就不清楚了 好 下面看這個什麼 心有什麼生面相 你看他說心的生面相 有分為兩種 一種叫粗 一種叫什麼啦 叫細 粗就是說心 有心王跟心鎖去對應的 叫什麼 看得很清楚叫什麼 粗的 粗的 那很細的是說呢 不相應的 心王跟心鎖 也就是說心跟進不相應的 你根本就察覺不了 所以叫做什麼 心王心鎖不相應 只是說 渡賴也是當中那個 很微細很微細那個 無明的活動 所以叫做 與心不相應 聽懂嗎 它分為粗跟細 那麼越粗是越容易看得見 對不對 越粗越容易看得見 說粗當中又有粗 就是我們凡乎的境界 粗當中又有細 細當中又有粗 就是菩薩境界 細當中又有細是什麼 佛境 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 最細最細的 細當中的細 是佛才能夠去察覺 才能去斷貨的 聽懂嗎 OK 這樣講好了 六個 六個人 六個人 直相應然是粗 我不寫 我就寫一二五六好不好 來 六個人 還記得嗎 名詞記得嗎 記得 相應然 不斷相應然 真正是相應然 一二三四五五 一二三四五五 葉到後面是不是葉 三個是怎麼樣 三個 三系 九個人 真正呢 有 很 正 性 封 是 你 你看這不是六個嗎 六個當中哪一個最細 哪一個最細 這個呢 有沒有 這是這樣細呀 這兩個是什麼 這兩個是什麼 對不對 是不是啊 是不是三細三粗啊 有沒有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什麼叫細中細 看這裡來 細中細是誰才能夠證之啊 誰啊 佛嘛 有沒有分 細中粗 初中細 初中粗 這樣了解嗎 初中粗是誰才能夠證啊 當然是我們我們凡夫是最初線條啊 所以初中粗是什麼境界 初中粗什麼境界 是凡夫境界嘛 凡夫 初中粗還有分兩個還記得嗎 趕快看前面 初中粗有兩個一個叫性相應地跟二乘解脫有沒有 什麼地啊 什麼地 什麼地 這個地權 這個地權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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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看初中粗 初中粗之中 我們凡夫屬於哪一個 初中 初中 所以我們凡夫 我們凡夫是不是 直向 左向我們才發現 啊 我不能左那個 我特別愛一個什麼東西 我穿衣服一定要哪一種牌的 我什麼 我吃飯一定要吃 我一定要去哪一家餐廳才吃 我們是不是對那個 心跟心所 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 初中 初是哪一個 來看文 初中 初是誰 誰啊 初中 初 一個是初 初中 初是哪一個 是凡夫境界 初中 系跟系中 初是什麼境界 菩薩境界 菩薩境界 菩薩境界就從 從 從哪一個 好 還記得嗎 不斷相依然是什麼地啊 初地 初地 對 到 到哪一個 能見心不相依然 不是有一個菩薩境地嗎 所以這裡是什麼地 從幾地到幾地 從初地到哪裡 從初地到哪裡 初地到什麼 到實地啊 那當然各位同學 這個我那天有跟你們講 什麼地什麼地有沒有 還記得嗎 你們自己去畫起來 所以現在就看得出來嗎 初中 初是 初中 初的還這個 是凡夫 初中 系是什麼 初中 系到什麼 系中 初 是不是整個是菩薩 系中 系怎麼樣 只有佛境界 所以來 所以 根本夜市 根本夜啊 根本無明 產生那個夜市活動 誰才能夠斷 佛耶 所以我們 我們是不是只理解到這個地方 了解嗎 我們是不是只在那個 所以夜粗 夜粗的東西 是不是越容易看得見 OK 你 你那個呢 你那個手有一個什麼東西 那個針刺啊 好細好細啊 看不見 那個這裡 破了一個什麼很粗的 是不是看得越清楚 因為我們眾生的境界就是這樣 越明顯 越具象 越具體 懂不懂 所以那個無明事 無明夜市 是不是要 因為那是很維繫 很維繫的一個心理活動 了解了沒有 所以你說你以為 你馬上起心動戀 無明起心動戀 你都清楚啊 不見得 為佛 為佛能正知 了解了嗎 所以夜上面 所以我們就講六個五億 五四五億當中的最前面那個夜市 容易不容易斷 無明 無明夜市 不容易 不容易絕之 所以到這個地方就叫什麼絕 究竟絕了嗎 他是要講這個地方 他講這個生滅相 生滅的現象 生滅相分兩個粗跟細 我們只能把桌 了解到 粗當中的粗 菩薩還要分從粗地到 從粗地到十地 對不對 粗地是哪一個 不相應然是怎樣 粗地 分別相應然是從二地到七地 然後呢 他在這裡的歸納是說 本來是那個根本現在 在那個地方分是 這是地石地嘛 對不對 是吧 各位同學 還記得 我有一次 有一次我們在前面講的時候是 那個分法是把這個 這邊是粗地 然後二地到七地 這第八地 這第九地 這第十地對不對 對不對 但是這個地方齊心論 自己又分什麼 講兩種方式 說這個東西根本也不相應是怎樣 是佛境界唯能 不管佛怎樣 至少是十地以上菩薩 也不要太計較 反正就是十地以上就對了 起碼是十地的 那在這個地方他認為 他講那個心的生滅相 斷禍 斷禍是十地菩薩能斷 但是能察覺 心的生滅相 唯有最後最後那個無明夜相 無明夜視 根本也不相應然是怎樣 是為佛境界才能夠 佛境界才能夠了解的 所以這兩種生滅 是一意無明熏喜而有 所以 所以 當然會碰到人家問我們問題 什麼叫無明 我怎麼知道 無明怎麼來 無明怎麼斷 人知道就已經是坐在大雄寶劍上面了 所以那個就唯有佛 那個第一念我們講初念 第一個初的念頭 最初的那個叫什麼 根本無明 所以怎麼追 找不到開始 所以叫什麼 找不到叫什麼 無時 從這個無時好像是一個 好像請賊先請完 因為他開始 無明又有無明下來 有沒有 所以就根本無明 後面產生出來的無明 就叫什麼無明 枝末 枝末無明 無明去染 染珍如 產生所謂很多 剛才講的那些 1、2、3、4、5、6的那些 心事活動出來 好 他這裡講的就是 生面相分初跟初中初 初中細 好 那個我們用一個維摩金 維摩金不是 他這裡講不是 縣色不相應然嗎 初中初 初中細 細中初 那個能見心不相應然 也就是說心很自在 能夠見相不理 還記得維摩金裡面 不是那個什麼 天理散花嗎 天理散花 散在那個聖文弟子的頭上的時候 有見什麼像 有花的像 各位同學 你想那些沒境界 很簡單 比方我現在跟你們上課 突然間天理散花 不是因為我講得好 天理口感就很高 就突然間那個花 咚咚咚咚咚咚掉 掉在你們女性同學的身上 剛好一朵紅花金上叉 多漂亮 掉在我們頭上 怪怪的 當然 生文弟子是不是自然會去那個 自然的 所以那個菩薩他覺得沒有花像 沒有濁花的像 所以有沒有能見 沒有 能見心 好 我們講這個心的生面的這個 也就是說生面相有分這個什麼 分兩個 粗跟細 好 下面來說 這兩個生面相跟那個因緣的關係 因為依恩依因緣而產生 這兩種生面 是依什麼 這個要 依無名 熏息 而有 怎麼來的 依無名熏息而有 所謂依因依緣 依緣是不絕故 依緣是妄作淨戒故 其實這裡 好我們念一下好了 若因滅則原滅 因滅故不相因心滅 原滅故相因心滅 其實齊心論各位同學 是不是講來講去講來講去都在那個 嗯 是不是 還記得 還是那個我講那個公式 它是不是首先以無名為因 無名為因 然後生出什麼東西 無名為因就生出三個三系 那個禁戒相 再以禁戒相為原 又生出粗的心 有沒有 就是這樣子 因滅的話就是這樣 當然原滅 因是什麼東西 因是什麼東西 因是不是這裡 三系 這個三系 你看無名 無名 三系的心 對不對 旺心出來 旺心上面出來 這個再去熏成什麼東西 三個圓 三個 三個不相應的 所以其實齊心論 你把它看 看久了以後 其實就是這幾個被清 把它搞清楚了 一直在那邊三系三 三什麼 三系三出 或是三系六出 他說這兩個生命是什麼 是無名熏習 無名去熏什麼東西 然後依什麼 依因緣 因就是不覺 什麼不覺 一念無名 起動 就不覺物了 不覺 對不對 還記得我講的 一重因果 第一重還記得嗎 是不是一個真如的真 一個無名的望 有沒有 起的動 起動了 起動念就叫什麼 動是不是就是不覺 不覺 對嘛 那麼這不覺之後 就會再去 再去第二層 就產生一些 忘境界出來嘛 有沒有 就是那兩重關係 兩重那個 所以如果 請賊先請王 無名的因能斷掉的話 有沒有那些圓 無名的因最主要是 前面三個不相應 圓滅就是後面的那三個 相應法 無名的因滅的時候 有三系的一個不相應心 是不是隨著滅掉 對不對 對不對 是這樣子的 那麼 後面的 也就前面那個 自視相 自視 不是我講錯了啦 夜視 轉視 現視都沒有了 對不對 嗯 是吧 那麼這個什麼 三 後面那個三個出乎 是不是依著 依著那個 就是起這些望境界嘛 產生這些相應的心 就這樣子 把我前面講的那兩個 那個 那個第一重 第一重 因緣構造跟第二重 因緣構造 拿出來 還記得嗎 還記得嗎 第一重是真跟旺的 真跟旺的合合 第二重呢 旺跟旺 旺跟旺 是吧 第一重是真如 真的自己不乖了 不守自信 不守本性 然後去跟 隨著無明 無明 啟動了 所以叫不絕嘛 那是誰為因 誰是因 隨眼真如 隨眼真如 隨眼真如跟 承世 還記得嗎 承世無明 為遠 對不對 對 所以產生什麼東西 三個 三個系的一些 那些心事活動 把它叫做什麼東西 歐賴也是 講做歐裡也是 稱它叫什麼東西 這三個屬於哪一個 不相應的 還記得嗎 你看 是不是不相應 有三系 有三系嘛 對吧 然後呢 這三系呢 這第二重 第二重 第二重的英國 知莫無明 再為陰 是不是就是這個 這個三系這些 然後跟什麼 忘金界有沒有 忘金界為元 就產生什麼 對 就產生六粗 或者說三個 三個相應然 對 是不是都這樣子 它分成幾個 是不是這樣兩重 對 所以這邊 你看起信論是不是 前講後講 前講後講 是不是這樣子 你也覺得其實不難嗎 是不是不難 所以 因如果滅 的話 因滅的話 什麼就沒有了 不相應然是不是就沒有了 所以六籃有沒有 六籃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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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籃心有沒有 沒有 六籃心相對無明來講 是不是屬於 之末無明 是不是之末無明 注意 什麼叫根本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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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最初 最初最初 動的那個念頭叫什麼 就叫根本無明 不是忽然起念嗎 除此之外都叫什麼 之末無明 懂了沒有 但是我們能找出 我們最初最初動的那個根本無明嗎 找不到 唯誰才知道 佛 佛才知道啊 所以我們現在知道 是不是都是後面的那個啊 後面的之末無明 所以才叫無明 有沒有死 不是 找不到開始 不是找不到 我們不知道 我們沒有絕 我們如果知道 最初的那念無明是什麼 那我們已經是 我們就已經是 究竟絕的國了 懂了沒有 所以我們現在都是在什麼 我們還在那個之末無明裡面 爬啦爬上去 所以那個叫染心也好 忘境界也好 懂了沒有 是這樣子 所以最初的那一念 不是起床 起床 我現在是舊起床 叫做忽然念起 那個忽然就是沒來有的 行無中 找不到他的原 那個源頭的 不是他們有的 是我們的智慧不足以 不足以了解他 但是起床論到後面你放心 起床論的一個無明觀是 無明無實有沒有中 有 有 起床論給我們一個信心 起床論的理論說 無明無實的 無實但是無明有 才可斷 或才可斷 才可證 才可斷或 才可證什麼 才可證物 如果無明無中的話 那不是沒完沒了嗎 那完蛋了 那無明無中的話 那我們再努力 再修行 反正無明就是斷不了 那我們這麼辛苦做什麼 所以無明 起床論的認為 我想是起床論 你不見得同意他 除非你有更好的理論 超越他 起床論的無明是無實的 為什麼無實 因為我們找不到開始 我們沒有辦法理解 我們不知道開始從哪裡 也就是說 我常常說 無實是不是其實 當下就可以開始 當下也可以讓他斷了 所以一斷 一斷 一切斷 所以一斷一切斷 遺物也可以 一切物 我為什麼要去找無明的 無明從什麼時候開始 所以佛在十四難 有時候有些東西他不打 世界有邊無邊 佛涅盤也要在做什麼 無明從什麼時候做 這不是 我找一個無明的源頭 以及找一個無明的源頭 我現在趕快把無明斷掉 是不是比較重要 對不對 OK 我這樣講好了 我現在突然間得了胃病 胃好痛 胃潰瘍 痛得要死 胃出血 我去跟醫生說 醫生請你查出 我是什麼時候開始得這個胃病 幹嘛 像醫生趕快開藥給我胃不要出血 是不是趕快把它止痛 趕快開到我現在已經馬上 胃都痛了那個是不是 要不要去查出 我這個胃病是從哪一天開始 那有沒有意義 有邊無邊 所以你就會知道佛陀所關心的 是不是一個人生的解脫 無明的斷除 無明從哪裡來 不是我們要去那個 那是一種知識的追求 知識論 對不對 所以他比較重是什麼論 斷貨 修道 解脫論 所以我現在當下是不是趕快活命 解脫活命 斷貨 這才是佛陀要去關心的 所以我們說佛教有非常好的人生觀 他對人生的一個生命關懷 他比較放在這個地方 你去看醫生的時候 你會告訴醫生說 醫生請你告訴我 這個牙是什麼時候開始鑄的 就鑄牙了 趕快讓牙疼 止疼不就最快嗎 趕快把牙拔掉 還要再研究 我這個牙齒為什麼是這樣 哪一種牙齒最容易長住牙的 法郎齒怎麼這樣不好 那什麼事 那沒意義 了解了沒有 所以無明從什麼時候開始 佛陀不回答 不是很關心 無明怎麼斷除 是不是才是我們要去 我們要趕快這一生的功課 對不對 怎麼樣讓無明有終 那無明有終了 那才是我們要去念之在之 所以奇心論就是 有奇心論對無明的管 所以OK OK 從這個角度也可以寫一篇論文 奇心論裡面的對無明的意義 你們知道我在講什麼 我是不是要對無明的內容搞得很清楚 這無明不清楚 無明跟我們如影隨行 你家裡有一個很壞的人 一天跟你在一起 你怎麼沒有好好認識他 因為我會叫著經常的書語說 家裡住了一個賊 這個賊在偷你家的 好像明朗話叫奇妙伎伯爹 養老鼠把你家的那個布袋 那個什麼東西都偷走了 所以你是不是應該認識 住在你家的那個無明 所以無明的意義在哪裡 我們不認識啊 就跟他如影隨行天天在一起 所以禪宗的話講叫認賊做婦 認賊做婦 天天跟賊在一起 無明的意義 他過得很好啊 蛤 他說我說得很好 你說我說得很好 不是 他說過得很好 我過得很好 對 還跟他過得很好 還水乳交融 還感恩得不得了 各位 所以你有沒有查解原來我們糊裡糊土活得這麼那個 都不認識自己 所以才叫你的我們本來面目是什麼 這個無明 所以無明是有忠的 有忠才有希望 無明從哪裡開始 重要嗎 不重要 所以下次不要再問人家 大師無明是什麼時候開始 有啊 那天他講心經就有人問他 輪迴從什麼時候開始 你要問 輪迴我從哪一次開始輪迴 要不要去問那些 我從現在開始不要輪迴嘛 是不是 所以不要管過去 是不是要把握現在 然後憧憬未來 寄望未來 換句話說 你跟朋友的不要老是算舊障 有夠無聊的 舊障就怎麼樣 昨日種種譬如 譬如 昨日死 今日種種譬如 今日生 所以我說佛教雖然講過現位 過去現在未來 他是不是很注重現在 所以我開玩笑說很現實主義 很重視現實 這個當下 當下的 很積極耶 不過我們也很了不起 糊裡糊塗就活了這麼久 不過我們現在是不是有一點絕啊 我們是比有一些人完全沒接觸佛學 我們是有點絕 所以我們還處在不絕階段 不過我們的不絕 可能是不是在死絕啊 會不會是比他們好一點 起碼我們上啟心論 你就有一點死絕了 這是啟心論對我們的貢獻 不然你又糊裡糊塗 這一生是不是就會讓 糊裡糊塗走一招啊 多可怕 對不對 好 好像說人說生病 生病的時候 一個人被醫生叛逆是癌症 醫生常常常跟我們講 以病為有 所以你要跟無名怎麼樣 相處得很好 好好認識他 好好地觀察他 觀照他 他是怎麼一回事情 好 休息一下好不好 再講下去 因為很無名的